直升机飞到精英先撤离伤者 当直升机的是危急时刻被揪出来的游客 下方挥手的 这名婚姻男子是救人的希腊英雄 告别前他们拥抱拍照留念 希腊英雄是前大使蔡尔晃的女婿 刚好在天翔度假救了受困游客 因为遇到前立委王世勋一群人身份才曝了光 还有游客留在天翔 特搜人员在精英酒店设置医疗站 给受困的民众医疗评估跟协助 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 后续安排撤退下山 另外希宝国小师生因为道路中断受困 特搜人员先送来物资补给 学生依序领取物资人员都平安 远在深山的希宝国小都是寄宿生住在学校 地震发生之后网路不通 不过学生平时就用电话卡 打公共电话跟家人联系 这一次地震报平安也是打公共电话 目前希宝国小乙西可以部分开放车辆通行 也在评估接驳师生下山 南东县政府安排中型巴士到学校接驳 要把师生接出来 往东走50公里到花莲 往西走到荷欢山武岭就60公里 还要绕半个台湾才能回到花莲 目前机动性调整 是状况在决定往西还是往东撤离 TBS新闻 廖凡业务署品 高志宏 华联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